宅男的世界我們有明星特派員 首發看到誰呢 那就是景榮 帶大家到阿凡達的世界裡面 學那沒人說的話 大家好 我是景榮 今天我來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有給大家介紹 就是Evan Ta Discover Pandora的一個特戰 宅男的世界 今天來了好大咖 是身材好高大的一個Color 就是厚的男人景榮 他要帶著大家去逛潘朵拉星球 2009年的電影 阿凡達為3D電影開創了新視野 創下全球電影最高票房紀錄 7.87億美元 不只特效令人驚嘆 科幻冒險的情節 也同樣引人入勝 電影效應無窮 實體化潘朵拉星球 讓影迷也能親身體驗 那美人的美麗星球 我帶你們進去體驗一下 好期待 好期待 這個是衝過來搬過來的一個展覽 我覺得會特別特別的棒 一進來景榮就超興奮 看到什麼都想玩 像個小朋友一樣 入境潘朵拉星球前先拍照 景榮一開始就很如洗 想像自己被怪物追 但其實照相有一定的範圍 像景榮這樣的大隻佬 很容易被切手切腳 拍完了照 就趕快帶大家進去吧 在進入這個探索之前 我想要來教你幾句簡單的 那美語 你準備好了嗎 要跟我再重複一遍喔 OK Cote A Cote A 非常好 這是你好的意思 Cote A Cote A 你好 第二句 你好 第二句 Kieva me Kieva me 這是再見 goodbye的意思 Kieva me Kieva me 別看景榮現在這麼認真學 潘朵拉星球大門一開 他就什麼都忘記啦 晚點我們再來考他那美語 肯定都還給老師了呢 我記得這些床電影裡面 你就碰著他才會縮起來 好好玩喔 有點不... 有點像褲子 有點不敢 景榮啊 堂堂一個大男人 竟然這麼怕蟲 在鏡頭前也嚇得要命 被製作單位逼著把手伸進去 讓他好想哭哭啊 你會怕蟲嗎 有一點 啊 接著來聞聞潘朵拉星球上最臭的植物 景榮竟然覺得 我覺得沒那麼臭 其實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平常在台北 我在路上問到的是臭豆腐 我覺得這個還好 比起來的話 跟臭豆腐比起來 真的還好 你訪個臭豆腐在裡面 就... 哇... 哇... 工作人員聽了景榮的話 都跑去聞 真的是被景榮騙了啦 每個人玩了都快吐了 果然外國人的嗅覺 真的很不一樣 在他們眼裡 臭豆腐才是最臭的 接著往下走 看到1比1的納美人模型 人高馬大的景榮 在他們面前 馬上變得渺小 那這些的射箭 他們的納美人的那些人物 他們其實這個是 店裡面的比... 真正的比例 所以戲裡面 他們真正是那麼的大 我感覺我... 我很小隻在這邊 平時我在台灣 我覺得我很大隻 但現在我覺得我好小 潘朵拉星球上 有趣的生物好多 而且來到這一區 還能跟靈鳥互動 超可愛的 因為他就跟著你搖 你會搖一搖對不對 然後是拍個手 你可以出來 然後他就會... 再進去... 景榮自己玩得不亦樂乎 都忘記他特派員的身分了啦 什麼都忘記介紹 走到最後一個場景 生命術真的是超美的 美到景榮都忘了中文 要怎麼講 展覽接近尾声 别忘了来拿前面拍的照片 来看看景荣拍出来是什么效果 还要口口他前面学的那美语 到底还记不记得呢 那美语不记得没关系 谢谢景荣今天带我们来看这场有趣的展览 宅男特派员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